这赤油大帝一击是神 而石铁兽更是生屯八足身马 这女武神竞技场 一时间仿佛神简炼狱 就在刚刚霸王项羽冲同合一 使得赤油大帝现身竞技场 仅是一击 便将主神奥钉死死的定在墙壁之上 这个可怜的北游神王 先是被人谎斩断左臂 此刻又被贯穿右肩 众人皆知 他已是强弩之末 而这个时候 乌椎马扬天长鸣 众人定睛一看 一个庞大的野兽 出现在竞技场上 此兽正是传说中的石铁兽 说起它并不简单 其存活了八百万年之久 乃是和剑吃虎 一个时代 神异经曾记载 南方有兽眼 角度大小 形状如水牛 皮毛黑如漆 石铁因水 其粪可为兵器 名曰涅铁 只见这石铁兽 突然站了起来 足有数米高 这一雄站三胡 绝非细眼 然而宙斯此刻却非常清楚 这奥丁他必须要先救下来 他与奥丁在西方 支撑着神界势力之间的平衡 如果平衡被打破的话 经营了无数年的神界 很可能会爆发内乱 这后果不堪设想 可就在宙斯分神的一瞬间 石铁兽一声大吼 朝着八足神马扑了过去 神马也是吓了一跳 展开双翼 想要飞入上空躲避 但他还是小瞧了 这个华夏神兽 石铁兽不但力量巨大 动作也丝毫不慢 只见他巨大的力招 直接将八足神马 出空中拽了下来 下一秒 石铁兽将神马 按在地上狠狠的撕咬 仅是一口 便将其双翼彻底撕掉 八足神马痛苦的鸣叫 可不消片刻之后 还是被石铁兽 分尸的一干二净 台上的洛基紧握双拳 怒火攻心 自己的孩子 在眼前被野兽分尸 可因为失去神格 不能相救 这种愤怒 也为下一场的 轨迹封神之战 埋下了伏笔 这时候 宙斯毫不犹豫的 直接冲向 被钉在墙上的奥丁 然而他没想到 顶住奥丁的天龙破争纪 突然飞离而去 奥丁他跌落地上 神色无比痛苦 这轩远剑和天龙纪 造成的伤口 即便是神明 也无法治愈 当失去神血过多之后 奥丁已经开始恍惚 而当宙斯顺着天龙纪 飞离的方向 看去之时 表情瞬间惊恐 只见赤油 依然置身于半空之中 他手持天龙纪 引得天地变色 不错 这一刻 他打算击杀奥丁 宙斯剑后怒吼 华下人类 你敢 谁想这赤油大地 轻蔑笑道 北妖神王 不过如此 话音一落 他用力挥击 一瞬间 九条黑龙顺势而出 随后 将从九个不同的方向 飞入奥丁的体内 这一刻 长上无比安静 这个时候 奥丁举起了 自己的右手看去 他发现 一丝丝金色的裂痕 瞬间变布了他的全身 而这一刻 他似乎明白了一切 他慢慢抬起头 淡淡说道 终究是我小看了人类 下一秒 奥丁原地爆炸九条飞龙 从他的体内迸发而出 这统一了九界的传奇之神 命运当场 而宙斯老头 突然眯起双眼 死死的盯着那个方向 只是因为 在奥丁陨落之后 一个无比璀璨的神格 缓缓升起